看一下今年我们熟的芥菜 这两天的天气非常的好 所以都已经晒干了 现在拿去洗一下 然后再把它晒一下就可以拿来做酸菜了 这样把它洗干净了之后捆成一把一把的 等一下切的时候好气 等一下我们直接把它这个水分晒干就可以了 今天早上我们洗好了之后已经晒了一天了 它那个水分都已经干掉了 现在老妈要把它给切碎 这个是我们提前煮好的糯米饭 然后把这个糯米饭和这个干的芥菜搅拌在一起之后装到毯子里面 就成酸菜了 要放了要放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它才会发酸的 撒上盐 这个做腌制的东西盐是少不了的 先用盐把它给搅拌好了之后 先用盐把它给搅拌好了之后 我们再放上这个糯米饭 这一定要把它给搅拌均匀的 这一定要把它给搅拌均匀的 现在呢就是要把这个糯米饭还有这个菜叶 给全部都揉在一起 刚才问老妈说这个糯米饭会不会有点少 她说刚刚好了 等一下要一直揉它就会成一团了 现在再撒上一点酒 看一下 都已经 基本上都揉成一团了 就这样揉好了之后把它装到汤子里面 腌制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它发酸就可以吃了 拿来煮汤 还有炒吃炒肉啊那些都是非常的香的 平时就是不煮菜的时候 我们就会拿这个酸菜来开一个汤就可以喝了 把它放进去了之后要把它给压紧 如果不压紧的话它是会坏掉的 做这个种腌制的东西是很需要技巧的 如果是没有技巧做的话 是很容易就坏掉的 装了半坛子 那么多的菜才装了半坛子 就是我的菜 酒 酒 程 worthy